萌萌寶貝笑聲有魔力 有人說快樂媽咪才有快樂寶寶 因為孩子的脾氣 很有可能打從娘胎出生 就決定 小朋友還是有自己的個性 懷孕保持心情開心 就是很重要 但假使是暴躁媽咪 天天愛生氣 美麗孕媽咪容易因為荷爾蒙影響 情緒起伏大 有專家說 人的脾氣個性與腦內神經傳導物質相關 假使傳導物質多 個性容易沉悶 但其實孩子的個性 後天養成影響更大 不過長相肯定是遺傳 一個像爸爸一個像媽媽 所以一半一半 女兒長得比較像爸爸 但有網路影片指出 外貌容易受歪染色體影響 父親基因占六成 媽媽占四成 要是孩子長得醜 老爸害的 但醫生說 其實不染 外染色體的話 是決定我們男性的性別 是從爸爸那邊過來的 醫師解釋 其實長相由多對基因決定 父母雙方染色體就看誰基因強 另外當胎兒在媽媽腹中 透過胎盤吸收營養 而胎盤形成 原來一半來自父親 父親的基因負責生成 母親基因負責發育 孕育下一代 孩子的長相脾氣不是像爹就是像娘 事好事壞 永遠是父母心中 心甘寶貝 記得今晚中午彭新 台中報導 我們下組一大� 來見見 Ziel 我們下組一大了 下次再見 ig наша 來見